大家好,我是小颖 本期视频我将带来拥有全球顶尖动画制作水平的史诗集动画《驯龙高手3》预告资讯 本篇依靠梦工厂独家动画处理影机《月光技术》 创造出充满想象力的龙族秘境 蓄力无比的视觉特效与精美璀璨的场景细节足以惊爆观众眼球 那在介绍前,我们一起来回顾下《驯龙高手3》的十年历程 《驯龙高手1》于2010年5月14日在国内上映 讲述了伯克岛上的威精人数百年来一直与龙作斗争 一位龙一直掠夺岛上人民的资源 岛上的人要成为龙族战士就要杀死龙来证明自己 威精少年,小哥哥是一个杀不了龙的威精人 更加搞笑的是他还驯服了一条名为夜煞的龙 取名乌鸦仔,成为了好朋友 在土龙考试的时候,小哥哥不慎被凶眼袭击 乌鸦仔为了救小哥哥,被威精人捉了起来 威精人们带着乌鸦仔去寻找龙穴,却触怒了龙王 最后,小哥哥和乌鸦仔一起杀掉了龙王 期待了龙终于不再受龙王的束缚 和威精人们和平的生活在一起 《驯龙高手2》于2014年8月14日在国内上映 时间跨度是5年 伯克岛上居民的生活彻底融入了龙的气息 伯克岛已经成为威精人与龙和平共存的天堂 小哥哥与忠诚的乌鸦仔开始了他们的冒险旅程 但结果却超乎预料 一方面,小哥哥发现神秘的驯龙骑士 正是失踪多年的母亲沃尔卡 另一方面,四权的德雷格与龙猎人艾雷特结盟 威胁到伯克岛上的人与龙的和平 为了保护家园跟深受大家喜爱的龙 身为部落首领的小哥哥父亲带领伙伴们 以及跟小哥哥母亲联手,共同对抗敌人 但是,乌鸦仔被恶龙阿尔法控制杀死了首领 随后清醒的乌鸦仔突破了龙之觉醒 战胜了恶龙阿尔法和其他敌人 而小哥哥也成为了部落新首领 驯龙高手前两部在国内共创造了近5亿票房 他也是国内最受欢迎的动画电影系列之一 均获过奥斯卡最佳动画提名 到了第三部驯龙高手3 而且还是完结篇,就更让人期待了 影片获得了好莱坞权威媒体的一致赞扬 烂番茄新鲜度暂时100%,均分7分 一向柯克的MTC综合评分也达到了82分的高分 第三部将在3月1日在国内上映 北美地区提前一周 那在预告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出现了一只白色的夜莎 这是小哥哥与乌鸦仔到处闲逛时 所不经意发现的一个惊喜 这个对于一直是孤零零没有同类的乌鸦仔 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乌鸦仔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女朋友来陪伴他 不过,在乌鸦仔交了女朋友之后 这又会对小哥哥带来怎样的转变呢? 当乌鸦仔开始经历一种神魂颠倒的恋爱状态时 新敌人出现,他们将面临更大的考验 更强大,更凶恶的捕龙者出现了 他们大量猎捕,追杀飞龙 涮了一大队船舰前来袭击小哥哥他们 而为了保护龙群,会避免造成大量伤亡 小哥哥想要找到传说中的龙国秘境 并将大家安置到那里去 而后来他们是怎样战胜敌人 乌鸦仔终于如何成为新一代龙王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想要知道更多影视资讯 记得点赞关注哦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